长生与伊诺单挑圆哥 长生被伊诺打成0-4 长生直言可以接受 我师父的圆哥0-3 我0-4 也就比师父略须一筹 大家很意外 长生的师父是谁吧 他就是青鱼 我师父0-3 我0-4 也就略低他一筹 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长生是怎么被伊诺打成0-4 长生上来就用傀儡倾线 却没想到 直接被伊诺一个三技能 加平A点两了 我学三 接着两个人互相平A换血 由于伊诺一级 选了三技能 长生换血 换不过伊诺被逼出来闪现 两个人都升到二级 这个时候两人的技能一样 两个人交手之后 伊诺单杀长生 而伊诺也仅仅有50点血 误会的杀 给谁他 我来 就体力伤害 要我把一技能 抓两个B 我师父教我玩一个得行 长生拿出来师父教的细节 先请兵线再与伊诺换血 伊诺不得不退到塔下清线 压力 压力 哎呦 冰线刷新 两个人再技能换血 伊诺直接将长生打残 尽住你的傀儡 然后直接把你的傀儡秒 没进住 不想没进住 残血的长生 准备回家补血 但是又可惜吃不到冰线 只好在塔下狗子吃线 而伊诺也一时拿不下长生 本来我咋早回家呢 死连活 还有一身为你的法师 我就看你怎么约我吧 反应 怎么约我 在一块的背 怎么约我 你现在在一块 怎么约我 好 你现在在一块 怎么约我 对啊 我也会比你轻微啊 就在长生不得不回家的时候 伊诺带着冰线过来 长生在与伊诺周旋 再次放起回家 等到塔下血包 刷新吃了血包 血量和伊诺差不多了 不回 你找我怎么样 我挺少 你找我怎么样 我今天就不回了 我今天就不回了 五星七点 四线五 我的晚一今天 四线的 大师利 四 五 四 二哥能 三三 三三 时间来到七分钟 长生堵在伊诺塔下 伊诺上来 直接将长生打仓 接着长生 躲进草里回家 正好一会出来 长生二技能加三技能 大残伊诺 随后伊诺上来一套连招 又将长生打残 此时两个血量所剩无几 长生成胜追击 想要一举击杀伊诺 可偏偏被伊诺预判 长生复活回到线上 由于被伊诺单杀两次 经济拉开太大 很快就被伊诺单杀 长生再次复活 伊诺有着巨大经济优势 再次将长生月塔收下 最后长生被打到投降 下一把 从一来一把 第一波失误了 下班了下班了 第一波失误了 从一来一把 下班了